未成明年初下届立委选举 台东早已秀出浓浓的选举气氛 3月21号的电话民调 即是民进党党内初选的关键 现任立委同时也是参选人 刘兆豪用谈话的方式 表达自己服务的热忱 还有一路走来不变的态度 我想刘兆豪从政以来 长期以来就不分政党 包括选前或选后 我们一定会谨守我们自己的职务 跟各政党跟各现实机关 充分的合作来推动相关的建设 这三年多来 我们跟黄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 我们一起努力推动了 南威铁路电气化动工 还有化东铁路双轨化的推动 还有我们电气化的通车 等等相关的建设 我们相信我们都扮演好的 这样自己的一个角色 今年的2月号 在我主动拜访黄县长 我们也对黄县长积极努力 在推动的太平溪左岸 入题共构这项工程 我们也在交通委员会 也包括在行政院的总执行 对毛泽国院长 我们提出要求 要他具体的承诺 会兑现江一华院长 对这项建设的一个承诺 但我们也获得毛泽国行政院长的一个积极的回应 我相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从政的一贯的态度 或许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但是我们相信在一切过后 我们都会秉持的部分政党完全符合 只要符合台东的利益 我们就全力以赴 当然民进党这次的征召 立委的征召提名 我们希望秉持的一个公开公正的方式 能够为民进党也为台东县找出一个好的优秀的人才 能够来参与这个立委的选举 十几年来我参与各种这样的竞争 无论是党内或者是大选 我们都秉持一个正面的不攻击 不抹黑 也不用这选举的花招或伎俩来从事一个选举活动 我们也谢谢各位乡亲 长期来给我们这样很多的温暖 很多的鼓励 我从来不敢夸口说自己有多大的一个人耐 但是我要非常感谢各位乡亲 给我这样的力量 让我这十几年来从不离开台东 爱台东不是选举的口号 而是自己的使命 用行动表达对台东的情感 也一直深耕台东 面对选举 刘兆豪透露心声 更重视未来为民服务 实现承诺的坚持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